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 太年轻不算命理 像一次我学生算一个高中生 可是其实高中生他都还在读书的当中 其实他对于人生 他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他再来 他的心智也不是很成熟 他也没有受过任何的社会历练 当然批他是完全意义都没有的 所以像你碰到像这一种学生的一种情况下 就一般不要去批 因为他们第一个他也无法给你反馈 第二个他们的心智也不成熟 第三个年轻的时候不要去限制他们 年轻的时候不要去限制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你只要遇到那种年轻的一般 我们会定义在大概高中到大学这之间 高高等大学 一般来说最初社会五年左右 都是一些不错的一个 算命的一个族群 所以太过年轻的 其实反而算命对他们是有害而无利的 这边你还要了解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